幸好那日把你带回来了 你比那些鸟啊还有猫 都聪明多了 不如你跟我一起 去集市上换些东西可好 我在此处已经三日 该与你告辞了 虽然你将我身上的伤有 加深了些 但心事好的 多谢三日款待 就此告辞 那我们说走就走吧 这 难道你看不出来就要下雨了吗 快要下雨了 先找个地方躲躲吧 听说太子在此处降服了金泥兽 若是早得了消息就好了 在天宫这数万年 都未曾有机会 与太子殿下说上半句话 你这是要不语 太 太子殿下 今日不必不语了 是 乌云这样就散了 你又睡了 不是吃就是睡 真的是条蛇 你怎么从山下一路睡到现在啊 你怎么从山下一路睡到现在啊 现在才九月 你就已经冬眠了吗 走 终于是 你那好吧 算了吗 再我就想那으로 太子殿下 臣已处理好了 只是臣发现 太子手腕上的伤 并非是红莲叶祸所伤 而是东荒特有的腐肉草所致啊 是本君不小心碰到的 先退下吧 是 方才我跟你说肃锦的婚事 你没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好 那我们说点正经的 今日的奏折我都帮你看了 长海娇人族一直是夫君的心病 方才又提起了 长海水君胆小怕事 并不擅长用兵 恐怕最后还要你亲自带兵平安 我料到 我也有出兵的准备 不错 娇人族的头领曾是秦苍的心腹 又布满这一任黎靖义军的管制 不早日除去始终是个祸患 而且还有一点 黎院的母后就出自这一族 幸好当年天君听了 东华帝君的话 扶黎靖上了位 如果让黎院继位 恐怕今日会更麻烦 就算当年是黎院上位 也不过如此 清仓那两个儿子 都不是什么君王之才 自然是比不上你 一出生就是储君 一出生就是储君 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放行 是储君 这件事需要得有好时机 最好是让长海水军向天族请兵 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地出兵 四海是封地 都有各自的水军 如果我们贸然出兵 会让诸侯以为我们想要收回封地 需要一个好理由 三叔所想 跟我不谋而合 那焦仁族的事就算说完了 我就帮你带了这一日的潮事 也就这么一桩大事 却如此心累 来来来 说点私话 是你的私事啊 什么事 你和青秋白浅的婚事啊 天君方才在大殿上 命大哥和众仙官商议迎亲的礼仪 毕竟是胡帝唯一的女儿 马虎不得 方才殿下的婚事 为何如此急着迎亲 我也不懂夫君为何如此着急 恐怕是因为你二叔出那档子事 怕再有变果得罪青秋吧 你都睡了七八天了 还不醒过来 这还没到冬天呢 你怎么就冬眠了呀 小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忘了誓言 一半苦涩 一半情深 守着年月只为花开那一面 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残 那欲清昆仑神是个厉害的法器 你一个凡人竟然无法用 丢了也好 免得浑水保护照射太多 我只为你一人留恋 手间年月只为花开那一面 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 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 天前繁花圆